我们看下一句 不贵难得之祸使名不为道 这个难得之祸呢 就是稀有的珠宝啊 古董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价值连城 但是没有使用性 比如说你有一个古董的茶杯 你会拿来喝茶吗 是不会啊 就是价值连城啊 几个亿几个亿不使用 不需要去羡慕这些东西啊 也不需要太看重这些东西啊 那个百姓呢自然就不会崇尚虚伪 不会起道心 所以如果贵德而贱物啊 把德性看贵啊 看重要 把这个不实用的东西啊 你不需要去看重它 那么民族呢才会 朴实而有骨气 不会那么崇尚浮华啦 好我们看这个古代的预言里 有这么一小段 宋之彼人得朴玉而献之子汉 宋国啊 有一个这个很低俗的人 他呢山里面捡到一块朴玉 他献给这个子汉 子汉就是春秋 宋国的一个执政的大臣 那这个相比的野人呢 他说啊 此宝也啊 以为君子气 不以为戏人用 他说这个普玉这么大 应该给一个大人物来用 我像我这种小人物 用不上了 子汉一位 而以玉为宝 我以不受子玉为宝 你认为这个是宝 所以千里迢迢要来送给我 对不对 而我呢 跟你看法不一样 我是以不受子玉为宝 这个子就是你啦 我以不贪爱这些身外之财为宝 这个就是不贵难得之祸 不贵难得之祸 名不为道 他说示范出来的就是这种诚信正直 是彼人郁郁 而子汉不郁郁 这是这个彼人呢 他是看重了这个难得之祸 太看重了 子汉呢 并不稀罕 这块拿来到底能够干嘛 这一块石头嘛 对我们来说是一块石头嘛 就是我现在 我们在做一个书院 忽然有一个人送给我们一块宝玉 真的是不知道干嘛 放着又破坏气氛 对不对 挺破坏气质的啊 你不给他拿呢 又不好意思 这个示范出来的风气呢 也不好 所以啊 有人以玉为宝 有人以不受这个玉为宝 这叫做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祸 这段说告诉我们说不贵难得之祸 另外这个使民不为道这个道 道这个字啊 有窃取的意思 也有损失的意思 我道人的就是窃取 我被道了呢 就是损失 那这一段呢 其实是讲跟修身有关啊 我们来看这个音符经里面的一段 皇帝曰 天地万物之道 万物人之道 人万物之道 这是三个都是道 这是这个道不是偷 道是 悄悄的无形之中 他就拿走你的东西 所以用道这个字来比喻 天地是万物之道 为什么 万物这个元气万物呢 有生有死 慢慢这个雕尾 死亡 他那股气又到哪去了呢 又回溯天地 所以天地是万物之道 万物人之道 人呢 也有一股精气 这个精气呢 也会被万物给倒走 人万物之道 万物里面有精气 人吃万物呢 饮食有节的话 可以取 万物里面的精气 三道寄宜 三财寄宴 何也 什么叫三道寄宜啊 就是他 这一股能量在宇宙间流来流去 是谁拿走的问题而已 那他有一个自然循环之理 所以天地人三财就安了 怎么安了 就是这一股气 对宇宙来看这个事情是安了 他就是跑来跑去 反正没地方跑了 就在这里面跑来跑去 说何也 皇帝问天真黄人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天地也是道 人也是道 万物也是道 天真黄人曰 天与一气而长养万物 宇宙万物都是一气所化的 佛家也这么讲的 宇宙间有一个妙气 成为万物之源 佛经也是这么说的 天地气善万物道之 好 这个开天辟地之后生万物 他的气善于宇宙之后 宇宙里面就有个生机 这个生机就生了万物 所以 这个气被谁道了呢 被万物给道了 万物气善 人以道之 这个春夏秋冬 到了秋天收起来的时候呢 已经成熟了 谁吃走了 人以道之 五股杂粮人吃走了 人之道万物之 真气养行 更之升降 顺天时 接天气 夺之造化 长生不死 乃人道万物之天气 故成道也 说古人成道是怎么 成道的 其实 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奇迹 你吃东西进去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每天就吃那一碗饭 几碗饭 一点菜 能工作 能说话 能唱歌 能跳舞 那些能量从哪来 就那几碗饭跟菜 各位不相信 你拿几碗饭跟菜 倒在机器上 看大家能不能工作 有这么精密的机器吗 给他倒进去 他就能工作 没有的 然后又不产生 对环境有害的东西 对不对 人就是一个奇迹 你的肝怎么工作 你的肾怎么工作 你根本就说不清 老天也造了一个这么精密的人体 你只要把饭吃进去菜进去 饮食有节 那些天地间 散在万物里面的经器 现在就转移到人的身上 人也是天地所生的 也有那股经器 你就可以 掌养你的身心性命 夺天地之造化 这个就是修行人之所以 常生不死的原因 所谓成道者是这些 人不小造化者 为万物负到人之气 即因五谷而生 即因五谷而死 乃能被万物负到之也 所以如果人不晓得 这些道理的话 他的气会被万物 又重新给倒回去 为什么给倒回去 就是心思不纯 饮食不节 对不对 就会变成我们的这个经器 会往生外跑 所以虽然我们因五谷而生 最后还是因五谷而死 就是这个气又被天地万物 又给倒走了 好 所以这边讲说 不贵难得之祸 不贵难得之祸 心就安 心就安 性命就不为道 心如果不安 性命就开始躁动 这躁动的经器就往外跑 所以真正道的不是外物来到你 是你自己倒走了 倒出去了 所以不贵难得之祸 则明不为道 不贵可遇死心不乱 我们看下面这一句 不贵可遇死心不乱 这句的原因是说 心之所以乱的原因是因为遇 因为遇这个字 那经器神之所以被盗走了 就是因为心乱 心乱是为什么 因为遇 杂阿汉经里面有这么一小段说 遇生诸烦恼 遇为生苦本 人生不能没有欲望 这边讲的遇呢 就是多余的欲 多了叫做贪 贪这个欲生出很多很多的烦恼 明明你已经够了 但是还是要贪还是不满足 烦恼就生出来了 你一贪你一不满足就有争端 烦恼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欲呢 是生出苦的根源 为什么人生这么苦啊 因为有太多的欲 凡事好像都要被你控制的 妥妥当当 摆得平平稳稳 才有办法生活 这也不顺我的意 那也不顺我的意 整天被丈夫气 被小孩子气 被家里的狗气 被家里的猫气 对不对 气这气那 所以这个欲呢 是生苦本 苦是从欲里边生出来的 这个是说保持一种平淡的心情 心就不会乱 就可以养心 孟子说 养心莫善于寡欲 就这个道理 寡欲呢 我们就可以养心 如果你欲望太多呢 心就会乱 我们看怀兰子里面呢 有那么一小段 另于子佩 请饮 庄王 这个另于就是宰相的意思 这个人叫子佩 他请这个庄王 要等于臣请这个君 希望跟他 这个共饮 庄王许诺 庄王说好的 子佩 聚于京台 庄王不枉 然后子佩呢 就准备一切要 宴请庄王的东西呢 在这个京台 上面 那这个京台的旁边的风景 是非常的好 然后庄王呢 就没有去 明日子佩 书籍 北面立于殿下 隔一天早上 他等了一个一天 等不到隔一天早上 光着脚 站在 这个殿前 庄王所住的这个大殿的殿前 然后庄医 这个书 书就是光着脚的意思 通常是 自认为自己是罪人 去请罪 就会 就会用这个方式了 曰 习者君王许之 今不国王 你前几天答应我的 结果呢 要宴请您的时候 你却没有去 义者曾有罪乎 大概是我有罪吧 庄王曰 吴文子 距于墙台 这墙台就是前面讲的 金台啦 这个 之所以这边 为什么不讲金台呢 就是因为 这个风景殊胜 所以叫墙台 墙台者 南望廖山 北林方黄 方黄是一个水 一条河 很漂亮 左江而右怀 左边长江 右边还怀河 其乐望死 就是去那边 这个飘飘欲仙 都忘了要回来了 若无得宝之人 不可以当此乐也 恐留恶不能返 为什么我没有去呢 不是因为你有罪 是因为呢 你所准备的食物太丰盛 你所准备的风险太好 那边的游玩的东西太多 我这个德宝欲望 我这个德宝欲望深重的人 还在修身的人 我恐怕去的话 这个乐而不知返 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去 这个就是 人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 我要没有那个能耐 那就不要去挑战太重的 你无法回来的东西 好 那么 我们从修行方面来说 我们看信命葵子里面有一段 义虽为六四之主 远时为五贼之先锋 说义就是心 我们的心是六四之主 各位六四哪六四 眼耳鼻舌生义 你就觉得奇怪了 眼耳鼻舌生义 他说义是六四之主 六四明明就是眼耳鼻舌生义 你有沒有发现这里有怪怪的 眼耳鼻舌生义六个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主人 所以这个第一个字 这个义其实是指心 佛家把六四放在一个平台 莫纳是总和这个六四用的 阿赖也是又总和莫纳是 跟前六四用的 这个很少人分得清 没有详细那关分不清 可是他说这个心 虽然很会做怪 眼耳鼻舌生义的眼是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眼睛所一看心意就懂 眼睛一看心意就懂 当然各位你也会想说 耳朵一听心意也是懂 但是这个眼特别是因为 因为姬在目 音符经曰姬在目 就是这个里面的气机 这个气是随着眼球在转 而凝聚他的注意力 所以可遇的东西 眼睛能够先不看 我没有那个德性 我眼睛能够先不看 我可以不参加 我可以离开 对不对 人家请你去喝酒 你没有那个忍耐 你怕上瘾你干脆就不去 你怕习惯被养坏了 你干脆就不去 由玄聘之门 意之于眼 死归心 眼守此窍不理 守着心窍 就黄庭 我们现在说的黄庭 即如来正法 眼长之意 为什么叫眼长 说这个正法 眼睛要先藏起来 其实就是闭眼的意思 闭眼什么意思 就是往外的通通回来 往内观的意思 这个眼睛有个特色 当你非常注意着 专注着 注视着某个东西的时候 经气一直往外跑 所以才叫做急在目 当你眼神揉合起来的时候 气不太往外跑 所以有的人说 修行就是要专心 吃饭专心吃饭 工作专心工作 什么什么专心什么 那个专心最好神 要不他就是说假的 做得真 这个人经气肯定是好神 轻松一点不行吗 这么专注要干嘛 所以眼睛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们说 一切要放下 万言俱下 我们不要被这个引诱 必要被那个引诱 但是当你眼睛张开 旁边你要静坐 旁边一个人走来走去 你眼睛张开 他偏偏在那边 轻轻糠糠的 你就觉得烦 对不对 你眼睛闭上的话 眼不见一下就静了 里面的气急 马上就起来了 所以这边说 不见可遇 他其实 这个讲的不是说 全部的欲望都不要了 顿无路道要门论里面 有这么一小节 说无念者无邪念 非无正念 比如说无念 无念指的不是都没有念头 是说 邪师妄想拿掉 该存在的还是要存在 那我们把这句话的精神 用在这里呢 说不见可遇 是讲说邪遇不要 而不是连正遇也不要 为什么叫正遇 人生在世 能够没有欲望吗 渴了就想喝水 饿了就想吃饭 不是这样吗 这是最基本的欲望 这些基本欲望 适足以养生 就没有不可 但这些欲望 如果倒可以伤生 什么叫伤生 什么叫养生 如果让你的精气 越聚越大 那我们就叫养生 如果让这个精气 越来越消散 我们就会说伤生 一切都是以这个为本的 那么没什么 为了 太坏了